C3超入门 如何制作一款类似Mario的2D横向通关卷轴游戏 第二集 哈喽你好大家好 我是钟义时钟的钟飘跃的义 上次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极简单的2D横向卷轴跳跃游戏的样板 这次让我们继续设计这款游戏的进阶操作设计 首先第一点 我并不满足于platform的预设操作方案 虽然说 透过左右按钮 可以控制主角的左右移动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主角在跳跃的时候是透过上这个按键 我个人觉得跳跃这个动作在控制上 如果是透过按上这个按钮 会造成使用者的一些困扰 以我个人的建议 设计上跳跃这个行为 应该是要透过另外一个按钮去触发 好比说Space也就是空白键 按起来会比较方便 要达成这个目的 第一步就是要先取消勾选 Spring中platform行为内的Default Controls 这样一来 你在测试的时候 按上下左右按键 你就会发现 没办法去控制主角的移动方向 这就表示 预设输入已经被停止了 好接着 我们在画面的空白处 连点两下 会出现物件视窗 在物件视窗中 新增一个物件 叫做Keyboard 这样就能够使用键盘的相关功能了 你可以看到 C3其实还提供了其他输入的方案 好比说第一个 GamePad 这个是摇杆 当你键盘不够用时 它允许你处理多个 摇杆的输入员 好比说四只摇杆 第二个 Mouse 这个是滑鼠 它支援点击 拖拉 滚轮 以及指标的 区域进入及离开 第三个Touch 这个一般是用在 智慧型手机或者是平板 跟滑鼠相比 它的最大特点是 支援多点触控 这可以让你在创意的时候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好 接着我们要处理 如何将按钮事件 对应到主角的行为 这里 我们就需要开始 写一点程式了 在C3之中 Layout你可以当成是 场景蓝图 将各个物件放置到初始的位置上 好比说主角 墙壁 以及敌人 当游戏进行时 整个世界会依据你设计的事件 做出反应 好比说当你按下 跳要键 主角就会跳起来 这个触发什么事件 会导致发生什么事情 则是在 EventSheet中编辑 让我们进入 EventSheet1中 点击Add Event 接着选择 Keyboard物件 这里我们要达成的事件 与行为是 当玩家持续按下 左键时 让主角往左移动 所以说持续按下 是对应到 Key is done 然后在这个小视窗中 滑鼠点击一下 然后按下键盘的 左键 就可以完成触发事件 那触发之后呢 让主角往左移动 这件事情则是对应到 Simulate Control 我们接着选择左 Lift 然后一样画葫芦 完成 当玩家持续按下右键时 让主角往右移动 所以在Key is done 选择Right 而Simulate Control 也是选择Right 第三步我们要设计 跳跃这个动作 它跟左右移动不同的是 它并不是持续按着 某颗按钮这个动作 而是按一下 跳一次的动作 所以说 我们在新增事件时 则是要选择 Key is pressed 这代表玩家 必须完成一颗按钮的 按下放开 完整的动作 才会被触发 在这里我们选择Space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OK 看起来没问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透过 自己想要的按钮 来操作主角去进行移动 事实上 你也可以将 左右上这三颗按钮 换成WAD 这三颗按钮 你可以自行尝试替换成你想要的按钮 就当作是一种回家作业啰 C3超入门 如何制作类似Mario 2D横向卷轴游戏 说明到此结束 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